未来世界部分人群进化出异能,用手指就能割断钢管,但是这些异能者反倒成了社会中最惨的一群人。 今天星星给大家带来科幻片八号情报。 故事发生在未来之城林肯市,许多人类进化出了异能,政府号召这些异能者协助政府建设林肯市,但随着自动化的发展,异能者逐渐成为无用阶层。 与此同时,置换剂开始在街头泛滥,因为置换剂的主要成分就是异能者的脊椎液,所以普通民众对异能者更加反感。 政府为了控制异能者,还专门研发了机器人警察、保卫者。 一时之间,异能者的生存处境变得十分糟糕。 男主角康娜和母亲生活在一起,两人都是异能者,家庭的经济状况十分糟糕,但是母亲此时正患病在身,急需用钱。 为了挣钱给母亲治病,康娜每天都会出去打零工,不过也有运气不好的时候,比方今天,她就遇到警察查岗,所有异能者都被勒令停工回家。 警察在公园里头发现了一名通缉犯,这名通缉犯打算利用异能逃跑,却被两名保护者送去领了盒饭。 晚上,康娜来到母亲工作的超市接她回家,发现主管正在朝母亲发火。 原来由于病情加重,母亲将货物掉在了地板上。 眼见母亲病情越来越重,康娜提出要帮母亲化疗,就算是卖房卖车也要把母亲治好。 第二天,康娜又跑去街边接短工,这时大胡子提出要找一个二级电异能者,康娜随即上了车,一伙人来到一个工厂,康娜运用异能解除了铁门的电力,这威力根本不值二级异能。 辫子女熔断铁锁,一伙人进去偷走了两桶青叶,这时警方接到工厂报案,派出无人机搜寻康娜等人,一伙人撕掉车上的伪装。 成功骗过了无人机,很明显这是一伙犯罪老手。 康娜随着胡子哥来到当地贩毒组织老巢,组织首领是会读心术的长发术,而大胡子就是长发术的得力干将。 长发术告诉大胡子,由于之前有一批置换剂被警方搜取,现在他们急需现金周转,不然组织总部就会过来找麻烦。 于是大胡子打起了康娜的主意,希望利用康娜的强大异能帮助他们犯罪。 他开车送康娜回家,临走之时又给了康娜一笔钱,还让康娜第二天接着跟他干。 为了挣钱替母亲治病,康娜加入了大胡子的队伍。 大胡子知道康娜还有很大的潜能没有激发,于是他开始训练康娜,教他运用自己的异能去战斗。 天赋异禀的康娜短短几天就成了一个战斗力爆表的绝世高手。 之后大胡子提出了一个抢劫银行的大计划,异行人冲进银行,瞬间就控制了局势。 康娜利用异能破坏了保险柜的电路,接着逼迫银行经理打开保险柜,但是他们进到保险柜后却发现现金早就被转移了。 这时警方那边也接到了报案,异行人赶紧撤退,刚走出大门就发现无人机已经赶到。 紧要关头康娜使用异能一招雷切送无人机隔壁,一伙人最后成功逃走。 大胡子去向长发叔交差,他建议推翻上头组织,长发叔却嘲笑大胡子太傻太年轻,根本不知道上头有多可怕。 另一边康娜在毒窝里认识了黑发女,黑发女拥有治疗异能,她帮助康娜治好了手上的伤,康娜问她为什么要留在毒窝,黑发女回答说要还债。 康娜回到家中,母亲发现家里多了很多现金,质问康娜是不是干了啥做肩饭科的事。 俩母子吵得不可开交之时,母亲却病倒了。 康娜将母亲送到医院,医生告诉她必须赶紧手术,但是手术费用无疑是一个大问题。 康娜离开医院,这时区有两个警察找上了门,原来警察怀疑她和前些天发生的银行抢劫案有关系,但是由于没有证据,警察最后值得释放康娜。 从警局出来后,康娜第一时间会见了长发叔,长发叔对康娜施展毒性术,发现康娜没有乱讲话。 接着一群人便谈起真正的大买卖,康娜提出他们可以将被警方搜据的置换剂给抢回来。 他需要的报酬就是黑发女,因为黑发女的治疗已能是可以救治他的母亲。 长发叔同意了这个计划,这时大胡子却趁机提出要和长发叔五五分账。 长发叔没有多说什么,同意了大胡子的要求。 很快,时间就到了计划的这一天,众人按计划设置好路障,将置换机押运车逼进进飞区。 接着大胡子又开了大火车堵住押运车前行道路,警方派出保护者警告胡子哥开走货车。 这时康娜终于蓄能满点,一招雷切破坏了押运车的电力系统。 接着又在胡子哥的协助下送两个保护者葛屁。 辫子姐轮开押运车扔进烟雾弹,将警察逼了出来。 就在计划一切胜利,众人成功拿到置换机的时候,长发叔派来的手下却来了一出黑吃黑,辫子姐当场逼命。 就在两方人马对峙的时候,警方无人机全线开通,赶了过啊。 康娜一行人趁机开溜,长发叔手下自不量力朝保护者开枪,被保护者轻松中简。 康娜被长发叔演了一出之后,找到了警察,他向警察供出了长发叔的毒窝,于是警方派出人马攻进了毒窝。 长发叔带着黑发女和手下光头仔逃跑,大胡子却从半路杀出,朝着光头仔就是一顿射击。 没想到光头仔拥有铁不扇异能,连子弹都伤不了他。 康娜的电击对光头仔也不好使,最后大胡子和康娜通力合作,终于送光头仔拎了合法。 康娜打算带黑发女去给母亲治病,却发现黑发女的治疗异能其实是将伤害转移到自己身上。 他狠着心让黑发女给母亲疗伤,但是看着黑发女痛苦的样子,康娜最终还是打断了他的治疗,母亲和康娜进行了最后的告别。 影片最后大胡子取代长发叔成了贩毒组织新的代理人,而康娜则开始找寻新的人生目标。 好了,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,这里是科幻战舰,要是喜欢星星的解说,别忘了给星星点赞关注评罗。